第2112集 丹尊大会 听这个名字似乎和炼丹有关 炼丹知道叶臣自然也是精通 不过这段时间 天道宫明殿域外上届给他的压力非常之大 他却有很久很久没有炼制过丹药了 在下仰慕丹尊大会盛况 慕名前来 想进城开开眼界 还望诸位通融 叶臣从轮回墓地里 掏出几颗品相绝佳的丹药 递了过去 他只为寻找第二滴血脉之时 不想突惹恩怨 节外生枝 没有邀请函 你给我滚出去 不料 一众侍卫却是冷漠的模样 直接拒绝叶臣做事要驱逐 叶臣脸色一沉 借于城里面有着许多的机缘造化 等待他收取 如果错过必定遗憾终身 叶臣拳头握紧 浑身筋骨微微震荡 怎么 想动手 在场的侍卫看到这一幕 顿时戒备起来 他们的背后都站着非常可怕的势力 如果叶臣动手 绝对要得罪背后的大人物 叶臣眼神伶俐 虽然他也不想徒生事端 但眼下之际只有硬闯 才能踏入介玉城 事端 就在这时 一道焦脆的女声响起 听起来有点熟悉 叶臣愣了愣回头一看 就见身后走来一个女子 身穿一袭素雅的青袍 明眸好齿 长得轻力动人 婀娜的身段 在衣袍下若隐若现 夕阳余晖笼罩在他身上 显得格外的艳丽 青秋云 是你 叶臣顿时诧异 眼前的女子居然是 昔日神国的第一神医 青秋云 当初取地鳞之火 就意外结识了青秋云 世尊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青秋云一脸愕然地奔上来 抬手抚摸了一下 叶臣的脸庞 很温暖的感觉 绝不是虚假梦幻 世尊 我 我 顿时 青秋云无比激动 毫不在意周围侍卫的目光 挽住了叶臣的胳膊 心神摇荡之下 连话都说不出来 此前在神国 他希望拜叶臣为师 但叶臣并没有答应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 都不可能再见到叶臣了 没想到会在此地相逢 叶臣感受着手臂 若有若无的柔软触感 不由得哑然失笑 他也没想到 还有机会和青秋云相见 当初他只留下了一本 苍古医神的古籍 并没有真的答应 守青秋云为徒 不过这妮子却是倔强 始终称呼他做师尊 到现在还没改口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青小姐居然喊他师尊 我没听错吧 这人是谁 居然和青小姐这么亲密 周围的侍卫们 看到青秋云和叶臣亲密的模样 顿时震惊了 他们却没想到 青秋云居然会喊叶臣做师尊 要知道 青秋云家世非常恐怖 本身就精通单道医术 是轰动神国和介玉城的医神 能让他叫一声师尊 那叶臣的身份该有多么可怕 你们方才想刁难我师尊 青秋云望向周围的侍卫 语气有点严厉 在叶臣面前 他虽然古灵精怪 但在外人面前 他却是一座冰山的模样 几乎是不尽人情 没有没有 都是误会 周围的侍卫们 忙不迭地摇头否认 却再也没有刚刚的气焰 青姑娘 你家在介玉城里面 叶臣在青秋云耳边 巧声地询问 他知道青秋云的背后 必定有一尊庞然大物 但不知道具体的底细 现在看这些侍卫 战战兢兢的模样 青秋云的身份明显很恐怖 连介玉城里的诸多势力 都要给他面子 不告诉你 青秋云眉飞色舞 却是有点得意的模样 叶臣哑然失笑 既然有青秋云在这里 他也不用硬闯了 当下宁声道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进城解决 还请青姑娘行个方便 带我一同进去 你想我带你进城 好啊 你说我当徒弟 我什么都听你的 青秋云嬉嬉一笑 眼眸惺惺闪闪 青姑娘 这件事以后再说 你先带我进城 叶臣并没有轻易答应 因为如果收他为徒 势必惹上一段因果 实在不好斩断 不行 你现在必须答应我 青秋云确实一脸坚决的模样 简直是始至不渝 海枯实烂 一定要拜叶臣为师 旁边的侍卫道 青小姐 天快黑了 要关城门了 你要进去的话 就赶紧进去吧 还行不要为难咱们 好 那我进去了 青秋云松开叶臣的手臂道 世尊 再见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叶臣叹了口气叫道 慢着 青秋云回过头来 又轻易地挽住了叶臣的胳膊 眼眸晶莹发亮道 世尊 你考虑得怎么样 罢了 我答应你 寻找血脉之时 这件事实在太重要 容不得丝毫拖延 叶臣也只好答应了 反正自己身上的因果 已经足够多了 不差青秋云这一段 太好了 世尊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听到叶臣答应了 青秋云无比激动 脸蛋红扑扑的一片 还想跪下磕头行礼 别说了 快进城吧 叶臣连忙止住他 心里哭笑不得 好 我们走 青秋云拉着叶臣 大步踏入城内 周围的侍卫 自然是不敢再阻拦了 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 侍卫们依然惊疑不定 猜不透叶臣的身份 喂 不是说青小姐要嫁人了吗 怎么和一个陌生男子 勾勾搭搭的 是啊 这事要是被别人看见 恐怕少不了一番闲言碎语 噓 锦商 青小姐的私事 也是我们能议论的 侍卫们交头接耳 随后沉默下去 不敢再乱说话 与此同时 灵悟大陆无尽之海 海域上空 风云涌动 滚滚乌云遮天蔽日 宛如末日降临 而在乌云之中 突然出现一头带着 茫茫光芒的神龙 从乌云中穿出 身子跨入无尽之海 龙吟阵天 带着无上神威 海水万丈 宛如海啸爆发 而无尽之海中 那神龙幻化成了一道郊区 这郊区不是别人 正是叶洛尔 叶洛尔在叶晨和 炫月墨爷分身一战中 成功脱身 他去过伏摩殿 但是叶晨多次都在闭关 不久前他又去了一次 但是伏摩殿的人 告诉叶洛尔 叶晨已经离开了 虽然没有见到叶大哥一面 但是对叶洛尔来说 叶大哥安全便足够了 他有自己的使命 在知道九天神龙殿的秘密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叶洛尔 在看到至尊龙皇 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他就知道 接下去的路 他不会再有人引领 他只能靠自己 一步步地走下去 为了命运的源头也好 为了自己的未来也罢 他别无选择 很快 叶洛尔来到了一片浓郁血沙之地 而血沙之地尽是骷髅和冰冷 唯一的不同还有一道身影 那看起来是一个中年男子 男子身上涌动着阵阵符纹 给人极度的危险之感 更诡异的是 龙成天的修为竟然比上一次更强了 他竟然吸收了整个无尽之海的能量 只不过此刻的他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或许是听到了脚步声 龙成天眼眸 缓缓睁开 当看到不远处的叶洛尔 他没有任何惊讶 他露出一道笑容 缓缓开口 洛尔 你长大了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去过九天神龙殿了 你应该知道那件事了吧 叶洛尔美眸之中滚动着泪珠 眼泪是热的 几步之间 他便是来到龙成天的身前 砰的一声直接跪下 爸 我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但是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叶洛尔哭得撕心裂 身躯至上隐约龙林显露 显然情绪激动 这段时间他压抑太久了 他的年龄 在华夏连成年都还算不上 他可以在以前的日子不想这些 但是在至尊龙皇陨落的时候 他的世界仿佛崩塌了 他想把一切倾诉给叶晨听 但是叶晨一直在闭关 哪怕他知道叶晨会愿意为他出关 但是他不想这么做 他拖累叶大哥太多了 他想自己能活得坚强些 甚至可以守护叶大哥 龙成天伸出手 抚摸着叶洛尔的发丝 如瓷腹一般 当叶洛尔哭够了 陷入了安静 龙成天才缓缓道 这个世界 许多事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死亡 当年你母亲怀你的时候 被邀请到了九天神龙殿 他就预感到了什么 他其实在最关键的那一刻 可以拒绝 但是他没有 他知道 你会抗拒 但是更多的是一份守护 你体内的力量可以守护你 守护你抵抗着灭世之灾 守护你在最糟糕的环境生存下来 五道之路没有终点 若有终点 那必然在狱外和上界的土地上 上一次见面 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和你透露 不是我不想 而是还不到时候 现在时候到了 为父要和你说另外一件事了 叶洛尔一正抬起头 模糊的视线看着这个中年男子 他疑惑道 什么 龙承天松开 叶洛尔向着一个方向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